就像剛剛衛醫師講的 他血管會軟縮對不對 就影響他的循環 對啊 循環 他說他的什麼堵住是耳朵 後面這邊是什麼 是有一條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一般其實 這鬧奈他打 我們講的中風 他扣起來 其實主要是 其實七層是血管阻塞 是塞住 是血管塞住的關係 那看他塞到什麼樣的地方 所以就造成什麼樣地方的症狀 像譬如說如果 他說在耳朵後面 後耳旁邊 那旁邊可能比較深部的地方 會有一些腦部的裡面 他肌體核會有一些血管的阻塞 來來來 這是很臭 可是他還能講話講得很好啊 還是唱歌也沒有問題啊 唱歌 不過如果唱是以前這樣 好像聲音有一點 比較沒辦法 像這樣 沒辦法拉那麼高就對了 就是肌體核這邊的血管 比較幸運的是 像我們腦部裡面有所謂的優勢大腦 優勢大腦就是跟講話有關係 如果阻塞到優勢大腦這邊 可能語言就會有問題 相對的他就另外一側是沒有力氣 語言有問題 你... 欸... 秉賓大腦有問題 你... 中風之後你覺得對你的講話 歡迎有差嗎 對我講話歡迎應該是不差啦 但是對這個記憶力 好像有一點... 有漸漸的比較差 我們通常聽音樂 聽它間奏 後奏 現在中風之後 有時候說是最多不記得的 這樣啊 來... 流浪狗淡水 大家唱一下 那有時候都會... 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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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卻不會記得 你手... 會啦... 對啦... 對 我也沒有啦 真的 有啦 有啦 有喔 輕微的對不對 對啊 還是今天來騙錢 沒有 我也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喔 好…來休息一下 反應不做耶 你都沒有挑戰耶 而且不會這樣 對啊 調子不會變 兵婦長 有 中風之後 和太太的幸福有影響嗎 好 你說這點吧 很多朋友說我才想到 很多人說你中風應該要跟太太比較好 說走我走 你走我走 他就要走啦 你不走 你走走 對啦 你說話 你說話又下了我會這樣 就這樣放火就是這樣 對啊 對啦 這樣就這樣 我才會說你 我會啦 我會說 害羞啦 那要問一下魏醫師 塞到哪裡才會影響性功呢 一般 其實很難講啊 看 主要是要看它塞 阻塞的程度是怎麼樣 如果阻塞程度是完全的話 那那個區域它的功能完全喪失了 它才會喪失 像你平衡它這樣子 它可能是部分的阻塞 實際上後來的血 血液可能又通了 所以之後就才會慢慢恢復 那我問一下 台大校長李思成 他是後來去醫院查出來 是出血型的中風 所以這種是要緊急開刀的對不對 看它出血量多少 如果出血量很多 一般我們認為 大概超過30CC以上 可能開刀會比較好 因為30CC所佔的空間比較大 在腦部裡面壓迫到 其他正常腦部的功能 所以它除了本身出血 那個地方的腦組織破壞功能之外 它還會壓迫原來沒有受傷的地方 所以時間就變得很重要 為什麼就是說 你如果時間會符 你的術後的那個恢復會更好 他比如說好 我聽醫生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這邊出血對不對 它壓過去對不對 你是腫 它會一直壓過去 比如說好 這是我們的腦軟軟的 一直壓過去 本來是這麼圓的 然後一直壓過去扁扁扁 我把那個血塊清好之後 聽說它就不會圓回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腦組織 是不是這樣子 它就那個痕跡就會在 一旦有壓迫過 那個痕跡都永遠會在的 是這樣嗎 腦組織不像海綿 腦組織應該說像豆腐 豆腐 所以你過度的壓迫 它就破壞了 它就破壞了 時間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緊急趕快送醫 第一時間很重要 如果延誤的話就會很慘 其實不論是對於出血性的 還是缺血性的 大家都一定要注意 不要在那邊找時間 你知道有一些醫生他說 他真的快瘋了 就是我們民間都會傳說說 如果你中風的時候要放血 就是你在指頭放血 多有用 多有用 他說 本來這個病患 可能你緊急送到醫院是有救了 整個火炉就出個尖 看要怎麼放血 你不敢放 我不敢放 頭髮不敢去 反而誤了時間 所以不論你是出血性 還是缺血性 時間都很重要 因為他們說缺血性的這種 你踏到這種 他們現在有一種方法 是要打血栓溶解劑 血栓溶解劑 有一定的黃金時間 你不是想說 隨時去 隨時都能把它通掉 不是 像他們說最好是 兩個鐘頭以內要打 所以三個小時 他們說是黃金時間 所以你在家裡那邊拖 然後加上你如果剛好駐台北 又遇到塞車 你送到那裡都幾點了 所以這個第一個是 缺血性的 因為要打溶解劑 所以你必須一定要把握黃金時間 出血性就剛才 美人姐姐在講 如果說他出血範圍大 有時候他們必須拿開來 甚至讓他減壓 不要讓他壓迫到其他正常的腦 所以不論哪一種都 應該要馬上充醫院 不要在那邊找針了 拜託 不要在那邊找針 所以要放血了 他說遇到很多都在家裡 這有什麼 這我也要塗 對 光陰前都把它打下去 馬上會肥膀一下 就好了 就通了 你有沒有 你有塗嗎 我沒有 你怎麼看見面 你立刻送醫對不對 我立刻送醫 所以現在還能唱歌 所以我意思是手指放血 發現他中風手指放血有沒有效 其實如果真的是缺血性的 他身體裡面的水分就比較少 放血反而會不好 那反而應該是普通一些 缺血性的不好 對 就是血管阻塞的 反而那時候 我們會給他身體多一點的水分 讓他不會水分能夠夠 血才不會凝固 太阻 一般來講 缺血性常常是血壓突然升高 突然太低 或者是血管阻塞住 這時候實際上是需要 比較足夠的血液 腦部裡面血液的足夠的量 才能夠讓他能夠打通 那缺血性的沒有效 那還有一種叫什麼性 初血性 初血性有沒有效 不是撲開這種的 初血性如果它是量是少的話 如果量是少 實際上你本來就不用去減壓 本來就不用手術 如果你是量多的話 你手的 放的那血量也不夠啊 也沒辦法達到腦部裡面的 讓它減壓的效果 所以實際上是沒有效果 因為我上面和朋友出去 夭壽飯店的針線包也會收了 水是準備要放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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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國人大部分是缺血性的腦中風 還是初血性的 這個要跟大家講 缺血就是你的血管堵住 它血過不去 所以缺血嘛 腦裡面缺血 是這樣解釋 沒錯嘛 對啊 一般就是 那初血性就是那個血 血管 那個血都慢出來了 去壓迫到了對不對 那台灣的是腦中風裡面 哪一種比例比較高 我們一般認定是大概百分之七十 是這種腦栓塞 就是腦栓塞 學過不去的 那百分之三十才是初血的 那它的這個 這個送醫的緊急處理的方式 有什麼不同 其實基本上是大概是類似的 那最主要是要診斷出 到底哪一個地方是出了問題 那有沒有需要緊急的 譬如說如果是梗塞的 有沒有需要補充水分 需要趕快 在一般剛講到三小時以內 如果三小時黃金時間能夠夠的話 甚至做一個靜脈的血栓溶解素 三小時到六小時 如果允許的話 而且醫院有這樣的設備 甚至可以做動脈的血栓溶解素 如果都能夠把那個阻塞都打通的話 那它的功能是可以恢復的 那如果是初血性的這種 腦中風來講 黃金時間在現在一般的醫院 多快的時間可以開刀 一般 那如果是剛才家裡有老人家 送到醫院 這個馬上要開刀 這會比較慢 如果是名人就會比較快 沒有 所以所謂的馬上開刀 台灣現在的醫院 一般的醫院可以多快 一般醫院在急診 經過電腦的掃描出來 確定一個很大的出血量 要緊急馬上手術的話 這個在開刀房裡面 它算是最緊急的 算是第一線的 所以一般來講 應該是在一小時以內 能夠送到開刀房裡面 才能夠讓病人 不會因為這血塊壓迫 而造成的症狀 對…